5月9日消息 赛后火箭重将锤头丧气走到球员通道里 PG塔克率先走入球员通道 表情显得很愤怒 他拖下球衣 愤怒地向一边摔出去 发泄熊中的怒火 去时塔克纷杖13分 10板表现依然省用 走到拐角处 塔克又扯了一把短裤 恨不得也把短裤摔出去 网友都表示 塔克到比赛结束都没想明白 他怎么就上退了呢 每次最拼命 最不想输球的就是塔克 塔克真的赢 优秘表示 他一再篮下就很怕 多兰特下场后 我感觉不得劲 很不得劲 哈登说 俺也是 内心 对方怎么多兰特不上了 我是谁 我在哪 塔克说 他不在一节多时间 想他 紧随其后的是葛登 温场拿下19分200 赛后叹记比赛实力 他表示 我们让他们 勇士惨了太多的进攻篮板球 对阵这样的一支球队 你不能给他们如此多的进攻回合 关键时刻 你必须承赞他们的表现 他们命中了简单的投篮 叶雷布克命中了一季三分 对孟格林也命中了一季三分 本场比赛 获剑篮板数为39个 前场篮板8个 后场篮板31个 勇士篮板数为42个 前场篮板12个 后场篮板30个 球队老大哈登 本场虽然砍下31分 四板八注四段 但在最后8分钟只投了一次篮 令人匪夷所思 保罗一脸阴沉 他本场跑回失常 三分线外6中0 全场14中3 11分6助攻 中锋卡佩拉表现也够糟糕 面对对方年轻的中锋卢尼 丝毫没有优势 让对方抢下9个篮板 而自己石头三中 只拿到了6分 在更衣时接受采访时 卡佩表示 我对所有的势力都感到生气 糟糕的势力 我对此感到生气 我会对任何势力都感到生气 我们早早落后 对手打得更有侵略性 攻击内线 打得更努力 打得更聪明 他们什么都做到了 我们最终追上了比分 取得领先 我们必须要终结比赛 卡佩说道 谈到再次开局慢热 卡佩说 对手上场后打得更努力 我们要打得更努力